在韻通 另外一支不同调 持股卖光光 欢迎收看今天的掌声响起 我想一开始大家听到内外支不同调 可能都会浮现好几个问号 它反映出来的是 今天的指数 高低点差了157点 但是到了中场拉最后一盘 指数只有小跌13点做收 成交量放大到102亿 所以这个157点 跟最后只有小跌13点 这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大的反差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又为什么我们会在今天把持股卖光光呢 我想听到我一开始的这两句话 大家都会浮现很多的问号 我们来跟大家细说分明 这对大家在接下来的操作 以及怎么应对这个盘式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在 大家仔细听 就大盘来讲 从上个礼拜一 开始做拉回的动作之后 到了从上上礼拜一 这两个礼拜到上个礼拜五为止这一段时间 如果你是习惯用融资操作的 你可能会觉得很辛苦 心情说不定是有点不足的 为什么呢 光光这两个礼拜 过去两个礼拜的时间 上市贵的融资加起来 减了超过两百六十亿 这样的一个幅度 它所代表的意义是说 从万点拉回以来 短短两个礼拜 它融资减的幅度 是最快速的两个礼拜 那大家想想看 大部分的时候 使用融资的都是散户朋友比较多 那这个融资 融资砍出来之后 你假设你乘以两倍就好 上市贵这样乘以两倍 等于说砍出了520亿的股票出来 那这个筹码经过大换手之后 盘面上的筹码安定性 应该会拉高许多 对吧 这是很正常的状况嘛 所以 今天出现一个很非常让我跌破眼镜的盘面的现象 既然这里 融资码经过了有效换手之后 那么照理说 昨天的指数大跌140点 今天的空方能量 应该会明显的下降 因为前一段过去两个礼拜 融资经过大幅的换手 筹码安定性变好 昨天指数又是大跌的 那对今天来讲 卖案应该会很轻啊 所以空方能量应该会非常的轻 结果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一大早 今天的空方能量竟然比昨天来得高 一开盘的时候来得高 这表示昨天的大跌 或者我们把时间再往前 两个礼拜这一段的时间 筹码安定性并没有变好 看出来就是筹码还是不够安定嘛 还是有人想卖嘛 所以 这就是我们一大早看到的状况 那仔细看哦 一大早看到的状况 诶 诶 诶 不错 盘中找盘还拉了六七十点 来到八千五百九十点 这一段时间 当我们看到的筹码安定性不够 我们第一个想法是 这有人在偷跑 那既然有拉高 赶快跑啊 赶快先绕跑啊 我想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过去好几次大家都看过了 六月三号 以及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七月七号 当天指数只有跌五点 我特别跟大家讲 从空方能量我看到了 先知筹码 悄悄在绕跑 很明显 对我来讲 我从空方能量看得很明显 对大家来讲 指数只有跌五点 一点都不明显 这就是我们在掌握筹码流向上面的一个独到的地方 所以当你发现 有大咖的先知筹码 偷偷绕跑的时候 赶快跑一趟 往往你都能够趋吉避凶 所以你会发现后面 两天大跌了500点 跑得快 手上现金多 当然准备得非常的到位 两天跌500点 那不就是老天爷来送钱吗 所以这一段 当天买的股票都是市长 都是现买现赚 弹上去陆陆续续把个股冯膏出掉 所以这样的动作大家都不陌生 而且每一次都非常的成功 那今天的状况 我们卖的差不多之后 这一段指数的下跌是谁造成的 来仔细看一下 这个是今天的OTC指数 这样一跌 收盘跌了3.53个百分点 3.53如果是指数在9000点好了 这个将近300点 那大家想想看 今天的OTC指数是不是也跌破了前低 又是一根非常丑的带亮黑K棒 等这样又放大了 所以很明显的 今天空方能量的反向大增 仔细看 今天空方能量我们看到的反向大增 它很明显的跟OTC重挫有非常大的关系 OTC所代表的就是中小型骨 也是内支操作的一个心态 以及动作的一个表征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内支昨末生的中小型的筹码 它还不够安定 所以到收盘的时候 上市柜加起来又有60家的跌停板 那看到盘中的OTC在重挫 一大早看到空方能量反向大增 盘中又看到OTC在重挫 很明显我们知道 又是中小型股在大跌 反而大型股相对稳定很多 那看到中小型股在跌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把股票卖光光 但是我心情反而是沉重的 为什么 这就跟上个礼拜在大跌的时候 类似的心情 仔细看一下 到昨天为止上市融资维持率 已经又来到了141.9 这个位置就跟大跌这一天 上市柜加起来跌停板 将近180家 这一天非常的接近 也就是说今天收盘 恐怕整个上市的融资维持率 又要掉到140以下 那大家想想看 我相信有使用融资的投资票 你应该都会算 你刚开始买进的时候160几 130你就必须被追缴 而且是130你要追缴到160几 不是掉到130以下 假设掉到125你就直接追缴 补到130 不是这样 整户 看你整户的 那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融资整到昨天为止 上市的融资维持率又往下掉 那今天OTC又中错 很多股票开始跌停的时候 是不是投资朋友 如果你用融资 最近的融资维持率 老是让你很担心 那你今天是不是更担心 也就是说这个效应扩散出去 那明天又会有 如果继续跌 那真的我们最不想看到的融资断头万箭齐发 恐怕真的会来临 面对这样的盘事 我真的也觉得 这一次 那一次在操作上真的非常的狠 融资都已经降到这个程度 你还要再去杀 还要再去逼 但是金融市场就是这么的残酷 你唯一的办法当然就是想办法 要有自己的一套来取己避凶 再来回来看 从这一些讯息告诉我们说 内资他是偏空在做的 他的心态是偏向空方 他一直在逼融之断头 他在坎古方 他在逼融之断头 或许他背后有一些 证所税 证销税的一个考量在 这我们不去谈这一些 但是眼睛所见是 你怎么让自己的操作 可以成为市场的赢家 该退的时候先退一边 这就是我们今天 把所有的股票 小赚小赔的情况下 全部出清 因为大多数我们会是操作中小型股 当你那一支这一些法兰大户们 他们一直在砍股票的时候 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操作 影响到我们的获利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所有的持股 全部卖光光 哪怕是小赚小赔没关系 因为做好 当你手上有资金的时候 所有获利的掌控权 全部握在手中 接下来 因应盘是到底要做多 或是做空 我们有完全的掌控权 我们不会看到股价一直跌 心里 如热锅上的蚂蚁 不会 因为 为什么我要讲 仔细看 内支 这一段157点的震荡幅度 就是OTC大跌造成 就是中小型股 卖压请草而出造成的 但是呢 为什么会有拉最后这一盘 为什么中场只有小跌13点 很明显 大型全支股 就是比中小型股 总是来得硬朗许多 来看一下 就在这边 今天我们很明显看到台子棋跟摩台棋 当大盘 仔细看 大盘它是破了昨天的低点 很清楚嘛 来 今天的台子棋跟摩台棋都没有 像现货一样去破昨天的低点 等于说大家会看到这四大棋子 它价差的转强已经连续两天都是这样 都比现货来的强 四大棋子同步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棋货不会是 棋货谁具有掌控权 外资 或者是大户门 那你再想想看 今天就有意思了 这些数据再加上今天的外资 它在现货上面是买超 期货上面进空单又开始下降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你综合这两天 你会发现明明大盘就在破底嘛 昨天已经破了上周的低点 今天又破昨天的低点 再创波段新低 但是外资在这边的动作反而 它开始有在转向的现象 昨天卖现货补期货补空单 今天同步都在做多 所以你会发现指数只有跌13点 跟OTC比起来 跟中小型股的重灾区比起来 好像不痛不痒 它没什么感觉 这就表示真的有大咖的在抄 在操作这个大型全资股 就是主要以外资为主 所以内资跟外资很显然 在这两天不同调 谁会赢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嘛 谁会赢 决定了大家接下来 你到底要往内资靠 还是要往外资靠 这个需要时间 再多个几天 我们好好的来看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内外资不同调 我们持股卖光光 接下来呢 贴关山划备修团 看看到底是外资 手机较大了 可以把内资再搬回来 再逼他们回头来买 或者呢 内资杀到外资也受不了 他也只好放手让他跌 这个就是短线上在这边 既然内外资不同调 大家短线上 多跟空你一定都会找到 可以让你获利的 的个股 所以短时间内 多空双向座 是面对这个盘式 最好的一个策略 那么接下来 这些多跟空的股票 会从哪边来呢 留在下个阶段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 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纵横股海成为赢家 滑罐头顾赖分析师 精准的多空研判 厚实的产业分析 顺应趋势做操作 掌控风险摆第一 把获利变成习惯 把亏损拒绝门外 带您实时累积财富 带您客客迎接幸福 速播赢家热线 02-6630-3221 6630-322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滑罐头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总的投资的人 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方向 滑罐头顾冠领群雄 带领真诚专业精进团队 请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 现在就拨打滑罐钻线 02-6630-3221 6630-3221 请先让 不好意思啊 赞你一下 你刚才不是才去过 不知道有人介绍他设计有准备粉 是水的 就是啊 故意是中的阿龙介绍的啊 大哥 来路不明的烟很多是走私的 变送过程中可能浸泡到海水 品质会变差 没有检验的烟 加油泥骨丁都很有可能超量 而且还烤肉烟酒税以及健康福利捐 3-1 出健康不聚好失恋烟 欢迎继续收看掌声响起 来我们再看一次 这是大盘的日K线图 今天的低点很明显已经破了昨天的低点 但是仔细看一下哦 今天的成交量放大 今天的空方能量比昨天增加了一成 这个从现货 也就是从大盘的一个盘面数据上面 你会觉得今天的空方的力量真的是强 成交量也放大 空方能量也放大 这代表卖压的部分真的都是扩大的 但是你如果往期货拿出来看 你就会发现领先指标 期货的低点 它并没有像现货这样跌破昨天的低点 这个在摩台级跟台纸级上面 通通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领先指标期货上面 反而让我们看到了整个大盘的 一线多头的一线生机 因为如果大家只看大盘 只看现货只看大盘 明明它就是在创低 明明收盘价就差一点跌破8500 那老师你为什么讲说这个地方的结构是内外资不同调 没不对 因为我不会只看指数的涨或跌 我们要看清楚它内在这些大咖的结构 它们在做些什么事 从结构里面你才能够领先的去掌握未来的一个方向 这跟我们的操作息息相关 所以接下来外资如果说跟我们的护盘基金 手牵手一起把盘给往上拉 那么当然现在在卖股票的这些内置法案大户们 它就会被这两股力量牵着要往上 再把股票买回来 往那时候股票再涨速度就快了 因为它现在卖掉到时候买回来 它势必要用追的追回来 这个就是多头的一线生机 那如果外资最后发现事不可为 它又跳去跟内资站在一起 结果只剩下护盘基金的话 那后面就还会有一段跌势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反而用空手来面对 多跟空 内资跟外资的征战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那接下来呢 短线上做多跟做空都会有获利的空间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 来 我们来看 哪些股票你应该要避开 我相信如果你现在是 整个都是用融资操作 你一定会去做一个动作 当你想救 当你需要钱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过去有一些高档股票守得很好的 因为你其他比较弱的股票 你必须要去救 所以你就把它卖掉 然后钱拿来补这个 可能让你面临断头这些个股 来救你的整货维持率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种状况 当盘面上的融资维持率 整货的融资维持率 一直在降的时候 有一些高档股票 明明看起来 哎 产业情景很棒 但是呢 怎么会忽然间 碰 跌下来 筹码冲动 就是因为要去救 融资维持率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高档 机器比较 股价比较高 但是市场在本预比较往下修 它会有筹码冲动的现象 这个要避开 这一些股票 一旦有筹码冲动的现象 要赶快避开 我们不要去点别人的股票 我们就点 就以一个例子 我们过去 带大家赚过的1536的核大 汽车拎组件 非常棒的一家好公司 今年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 我们预估它最好的状况 大概可以赚4块钱 3.5到4块 所以它的高标在4块左右 大家想 如果以它的最高点107 它的本预比已经超过25倍 4块钱来讲 大家想想看 今天的收盘85.2 本预比是不是还有超过20倍 本预比4块 是不是还有超过20倍 85块的一个价格 所以当整个市场你会发现 大力光往下跌 会压缩到整个市场的本预比 向下调的时候 要怎么 如果你现在你是在这个位置买的 你报到现在 还小赚或是小赔在成本附近 你用融资买 你的融资应该在160左右 或甚至更高 可是你其他的股票已经掉到 融资掉到130以下 那你怎么办 你要去补钱 又没有钱 好吧 那我来卖这一种的 这个就是最近会有一些股价积极高 好股票 它会所谓的补跌 筹码松动补跌 或许过去你不知道 但是现在如果你听我讲完之后 遇到这种股票 你可以提早卖一卖 不要硬撑 那这档股票过去 我们从70块到104.4 49个百分点的涨幅 我们带大家沿路转上来 当6月12号的时候 我们请大家支持 定进安律的 它只能在高档震荡 突破这高点也没有太多 接下来仔细看 这两根都有量 今天收盤价已经跌破 这两根的大量区 表示这边去撑的人 它可能 已经开始在小福 在亏钱了 这背后的含义就是 它可能有 它已经开始有 筹码松动的现象 所以如果你过去看我们节目 跟我们一起赚到了这一段 那么当它开始 面临筹码松动的危机的时候 不要有拉回低阶的想法 因为筹码松动 有时候要在跌 是跌得非常的快 你等它跌完了 跌到大家都不敢买了 对它没有信心的时候 你再买在别人 不敢买的地方 这不是很棒吗 所以这样的股票 先散开 第二种 你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一种 最近盘面上 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 对利空的反应都特别激烈 对利多的反应 就会比较淡定 尤其是在公布财报的时候 财报只要稍微比不好 砰 直接就跌停 这个就是筹码松动 很典型的现象 6244的贸底 过去这一段 大盘在毁 它在涨 逆势在涨 太阳冷的 它反应的就是 它太阳冷电子的爆架在反弹 所以营收会成长 但是营收的成长就不代表 它获利会成长 它供不出来第二季 税后还是赔钱 1.2亿元 今天直接跌停 市场对利空的反应 非常的激烈 这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 这些股票 不要等到它利空出来了 你才去卖 那个有时候 常常会卖在相对的低档 你明知道 太阳冷这个产业常常都是 反应的只是营收 跟过去的LED 非常的类似 那这一段赚到了 见好就说 这里好几天的时间 撑在这边 大家都可以退 用不着等到跌停 跟人家一起杀 所以从核大 从帽底 我们要提醒大家 有一些股价既其高的 一旦遇到筹码松动 记得要跑得比别人快 第二个 有潜在利空的这些股票 不要碰 赶快跑 跑完之后 不要轻易的去接 你等利空真的出来了 等财报全部公布完了 你再来发现 龙鬼啊 西线无战事 要买再回来买 这个是让大家 取己避凶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们先跟大家谈 它的状况 跟我们昨天跟大家讲的 以貌底的状况 跟我们昨天所提到的 联发科 已经大跌了超过四成之后 昨天我们是不是特别跟大家讲 这个地方 当利空出来了 它短线上止跌的机会就大 因为量也会爆出来 它等于在扫末端的停损 这种情况跟上个礼拜的 2325的细比就会非常像 这一天 红K棒就是它把说开完 隔天 骨架大家感觉像法会 但是呢 反而它已经三天没有再去破底了 爆量少到停损之后 接下来量一缩掉 自然没有再往下砍的力道 所以如果你有联发科 这里在跌的时候都没有卖 那这个地方 你也不用卖了 除非 我们怕你撑不过最后一段路 还是断 如果是这样 那么 喜欢到别的地方 所以 目前给大家最简单的结论 另外一支不同料 除非不要说 吃关锅 短锅都可以做 对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额牌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导快 使命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额牌气密窗 2987 1111 纵横股海成为赢家 滑罐头顾赖分析师 精准的多空研判 后时的产业分析 顺应趋势做操作 掌控风险摆第一 把获利变成习惯 把亏损拒绝门外 带您实时累积财富 带您客客迎接幸福 述桌赢家热线 02-6630-3221 6630-322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滑罐头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总的投资的人 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方向 滑罐头顾冠领群雄 带领真诚专业精进团队 请找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